以人口资料而言 我们能够收集到的东西都是一个离善的资料 但是有了这些离善有限的资料 我们事实上可以帮助我们回推 无限的任何时间 如果我们今天就可以知道 民国那个76年71年 那我们今天想要知道73年 3月31是多少 那这样子也可以算出来 延续的世界它有一个最大的特征 就是跟无限有点接近 就是说你要多少有多少 这是一个整个在连续思维里面 一个最大的特征 它可以无限的切 无限的切 你永远都没办法切到一个最小的一块 这个就是一个世界是离善或连续 一个最大的根本差别 就是说有没有一个最小单位的存在 如果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人数 讨论的是金钱 那这些当然都是有一个最小单位 那如果我们今天看的是距离 看的是时间 那这样子距离跟时间的最小单位 究竟是什么呢 所以当初牛顿在处理运动学的时候 他就会面对这样的问题 所以他还需要一个引入这种连续的概念 来发展他的维基分 不过我们真实世界到底是离善或连续 真实世界的距离 那时间到底是离善或连续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值得怀疑的 以电脑的世界而言 他所有东西都是离善的 我们都可以透过切了很多很多很小 来模拟出那种 我们感觉很像是连续的感觉 说不定我们真正以为的真实世界 其实就像那个 《海科任务》里面的那种剧情 说我们实际上都还是一个怎样 都还是一个虚拟出来的一个数位的离善世界 我们来看这两个图好了 这里有两排 左边看起来就是一个离善的点 右边看起来就是一个连续的线 可是如果我们右边这个东西 我们一直在靠近点去看 如果我们眼睛的分辨力能够好的话 其实里面都还是 都还是荧幕上的一个小pixel 都还是一些点 我想讲的就是说 一个东西究竟是离善或是连续 本质上是不是那么好判断的 那重点是我们要用什么观点去看它 才是重要的 所以真实是怎样 不是那么迫切的事情 那可以用哪种观点去看比较好用 就用哪种观点去看 我在几年前去日本访问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处理一个离善的递回数列问题 当时我对这个问题一个最大突破 就是我突然想到 我可不可以把它连续化 然后在连续化之后呢 我就利用微积分来解 这个问题最后就在我把它连续化之里面 然后利用微积分 然后最后得到一些结论 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怎样是 怎样是 到底是它本质是离善或连续 其实不重要 而是说我们今天学了微积分之后 它提供了我们另外一个思维的方式 让我们可以连续的去看一些东西 以连续的观点来看一些东西 那很多时候 它反而会让我们处理东西比较方便 这一开始会觉得有点吊诡 就是因为连续的东西是无限的 怎么无限会比较好处理呢 的确因为无限的 我们的权力比较大 我们就会要多少有多少 事实上是反而是比较方便的事情 那我也觉得 这也是我们人思维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人的思维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比较连续性的东西 比较无限的东西 就又如那个黄河泛滥 一发不可收拾 就是你要想多少 就是可以一直想 想下去真的是想不完 一个东西你要怎么切 切很多块 就一直一直切 切了下去 都可以切 这跟电脑的世界真的是很大不一样 电脑机器的世界里面 就真的就是 凡是就是一个有限 一个离善的情况 那最后呢 我再分享 再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在处理这个连续的概念 我不希望它被化约为一个定义 就这个东西 它本身事实上是 有很多东西 值得去思索的 那我今天想要讲的 也不是给大家想 连续到底怎么样 而是我想要去引领大家 开始就是看到连续这个词 你就要去开始去思索它 这才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教育的更重要的部分 就是引领人开始去思索一些事情 那一般的教学很容易就说 我们现在学了一个定义 那定义之后呢 就开始去减合 这些东西 有没有符合定义 那我觉得就有点本末导致 定义本身的目的就是为了沟通 为了让我们有共同语言 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而不是从这定义里面 再做一些文字上的游戏